嘻哩哩,我是专马 大家国庆放假都去哪里玩呀? 家在家里的话,就跟我一起来看 殖命女人第几第六集吧 本集开头,三个穿着丧服的人 轮番诉说着对我们三个女主的看法 他们是谁呢? 又和死去的人是什么关系呢? 先来看看这个面身的少妇 这天,白雪说是旧行李的时候 对着一张照片发起了呆 真瞧老罗过来,他本想把照片藏起来的 还是被老罗发现了 老罗看着照片,眼神动容 或许我们应该把它摆出来了 照片里,是老罗白雪和一个小女孩 看来两人确实有过一个女儿 老罗上级和小三美美撕破脸 他话中有话对白雪表示 最近一直在做的一个项目要结束了 以后每晚都会早早回家吃饭的 白雪温柔地笑着 一切都要回归正轨了呢 两人还决定搞个桥迁派对 请周边邻居来家里玩 白雪在小区里送了一圈请柬 开头的少妇终于登场了 少妇受到邀请虽然很高兴 却吞吞吐吐表示不确定能不能来 期间丈夫还叫了她好几次 终于也不耐烦地过来了门口 丈夫一看到是邻居 立刻笑着答应 表示一定准时到场party 离开少妇家以后 白雪心里说不出的怪异 这个少妇大惹天穿长袖 还似乎对自己丈夫流露出了一种恐惧 白雪把事情和美美说了 美美敏锐地问她 少妇是不是化了很浓的妆 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她说少妇一定是被家暴了 她的母亲曾经也是这样 被父亲家暴的 美美越说越气愤 我恨那些袖手旁观的人 他们明明都知道我妈妈的遭遇 却全假装没看到 美美的话印在了白雪脑子里 派对那天 白雪对少妇留了个心眼 发现果然她身上有被打的痕迹 派对上的每个人都很快乐 只有少妇像个壁画小姐 老罗和小朋友跳着牛牛舞 热情地邀请少妇也加入 少妇嘴上说着算了 身体却跟着扭动了起来 很快也沉浸到了这欢快的气氛里 一切却因为少妇丈夫改变了 丈夫大概是从卫生间出来 看到老婆和老罗在跳舞 臭着脸上前拉走了妻子 动静响彻客厅 老罗本还想圈两句的 丈夫却在老罗耳边说 你出轨不关我事 但别搞我老婆 老罗当即怂了 少妇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臭脸丈夫拉走 而下一秒 派对又走向了欢快的曲子 在不远处目睹一切的白雪跑了过来 说他们应该看着点少妇 臭脸丈夫很有可能要家暴妻子了 老罗却冷冷抛出一句 他们婚姻的问题和我们无关 让白雪也别多管闲事 有多少家暴 是因为旁人的事而不见 最终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的 白雪想起了美美的话 决定不做旁观者 她冲到了书房 微笑着 却强硬地请臭脸丈夫 去客厅吃蛋糕 丈夫最终没有对妻子出手 却对妻子丢下横话 立刻回家 白雪想留少妇再待一会儿 或许给她些时间冷静会好一点 谢谢你的好意了 那只会火上浇油 少妇非常无奈地只能回家 或许等待她的依旧是一顿家暴 但从白雪身上 她看到了陌生人的善意 能像你一样坚强 一定是件好事 派对结束以后 白雪郑重地责怪老罗袖手旁观 或许是因为自己出轨的事情 被臭脸丈夫撞破 老罗的脾气也上来了 别人的假武士轮不到我们来评判 你也不想被邻居评判是个坏妈妈 对吧 老罗的话刺伤了白雪 帮忙收拾的邻居女刚好听到了这些 她安慰着白雪 白雪终于也说出了 一直藏在心里的痛 她曾害死了他们的女儿 或许正是因为这份自责 白雪才在这段婚姻里 主动站在了被动围 但一码事应该归一码事的 曾经的错误 出轨 以及家暴 都是独立的 如果说别人的假武士 外人不该插手 可家暴这件事 已经上升到犯罪 大家能拿出八卦的进来 diss这件事的话 或许也没那么多 把对象不当一回事 动手的家庭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光头 她又是在悼念谁呢 这天 小刘又回了家 表示要带父母和未婚妇一家吃饭 虽然知道刘姐姐在闹离婚 小刘却也不关心原因 只是强调着 我可是努力讨好了公公婆婆大半年 他们打算送她房给我 你们千万别拖我后腿啊 餐厅里 未婚妇大姐热情地把刘姐一家迎进了包间 去包间的路上 几人意外遇到了刘姐曾经的发行师 也就是开头的光头 发行师和鸡鸡对上了眼 鸡鸡竟有些尴尬地逃开了 聚餐正式开始了 一开始 未婚妇爸妈对刘姐姐的感觉都很好 鸡鸡优雅绅士 刘姐气质大方 可随着几人画夹子逐渐打开 场面就开始失控了 刘姐习惯了做焦点 怕亲家马屁这种事情 才一分钟她就受不了了 于是刘姐声称要去找下去了厕所的鸡鸡 逃离了包间 推开南侧大门 刘姐竟看到鸡鸡和发行师拥吻在一起 难怪你不做我的发行师了 光头表示 自从和鸡鸡在一起以后 就没办法面对刘姐了 才选择了辞职 刘姐气愤地骂走了光头 也开始对鸡鸡唠横话 让她发听见 这时女儿追了过来 还是不断强调着要做好戏 怕亲家马屁 可情绪上头的刘姐早就不管这些了 一家人回到席间 亲家母忽然问起了刘姐 为什么对鸡鸡说话这么凶 如果你走进浴室 看到你丈夫在和男人接吻 你会怎么想 这下好了 来呀 互相伤害呀 亲家两人刚对刘姐头去同情的目光 鸡鸡也不甘示弱地说 你们不用太同情她 她每天躺在刚满18岁的情人怀里 可开心了呢 看着刘姐鸡鸡逗期 未婚夫一家表示 要重新审视一下这门婚事了 亲家公失望地说着 没想过家里会出同性恋 出门回来的未婚夫大姐 刚好就只听到了这句话 瞬间崩溃大哭起来 原来她是个拉拉 还一直暗恋着小刘 好好的聚餐变成了闹剧 刘姐鸡鸡在小刘的猪场抢劲分头 眼看着要吹的婚事 却因为未婚夫大姐产生了反转 说起来也嘲讽 孩子们的婚事好坏 应该以父母的为人来判断吗 回到家里 刘姐鸡鸡大吵了一架 鸡鸡第一次情绪爆发 表示当年真的非常爱发型师 但由于那时候已经和刘姐结婚 为了婚姻承诺 她甚至拒绝了发型师的私奔邀约 她一辈子都在隐藏真实的自己 她对刘姐说 我不指望你感激和理解我做的牺牲 可至少你得承认 我为此付出了许多吧 说完心里话 鸡鸡倒是坦荡荡的会防睡觉了 刘姐一个人陷入了沉思 深夜 她来到了发型师家 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 如果你也爱她 就和我谈谈她的事情吧 最后来到了现代组 这个大锅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 就是软软的好友兼经纪人 软软的剧本顺利完成了 除了托小白提点的福 后半段的创作 主要还是考科要完成的 刚解出差结束即将到家 小白耿直地和软软说 对白两人一起睡的事情实话实说 软软却犹豫了 一副想瞒着的表情 小白不解 你不觉得说谎的话 倒会更加生气吗 又迟早会被发现的呀 不得不夸下小白的聪明脑子 诚实才是避免更大问题的最好手段 软软这种能把秘密 带到坟墓里的自信 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最后软软还是答应了小白 刚解一回来就说出事实 刚说完 刚解就到家了 嘿宝贝 一路顺分吗 糟他妈头顶了 看刚解没有关掉机关枪的意思 软软抛给小白一个眼神 还是没用气 开口说两人的事 第二天 软软带来了剧本 被发行商看中的好消息 说经纪人要请他们吃饭 小白高兴地拥抱了软软 看着两人倾尼的互动 刚解发问 你俩睡过了吗 没 没有啊 软软还想否认 小白就全招了 是的我们睡了 刚解并没有像软软想的那样发飙 反而理智地表示 虽然听到这个事实 确实怪怪的 但他们既然说好了 要组建三人家庭 这些问题迟早是会面对的 自己会消化好情绪的 软软如是重负般松了口气 小白则偷偷给她发了条短信 你个混蛋 晚餐上 经纪人继续大赞软软剧本写得好 表示这个可以创卖价新高 顺便也夸了下小白 你真是她的谬思 甚至邀请小白也试试看写剧本 刚解这才知道了 自己不在家时的那部分故事 当听到软软把成稿剧本给小白看了以后 刚解不高兴了 因为自己都没享受过这种待遇 刚解找了个借口夺进了卫生间 会看颜色的小白追了过来 还在圆着几人的关系 刚解确实是对小白忽然成为所谓的谬思 有点吃醋 但她更多的 其实是为自己没被重视感到生气 刚解说出了软软戒毒的经历 当时自己付出了不少人力财力 才帮软软走出了低谷 自己一直在做擦屁股的事 刚解有些心力交瘁了 刚解坦白 自己和软软的感情明显有着某种劣迹 而小白的出现 让这条劣迹越来越明显了 她必须要重新考虑 他们三人的关系了 对于小白来说 她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家 刚解是她现在最好的靠山 听到重新考虑这样的话 小白慌了 回到家 小白偷偷对软软摊牌 表示要把她刻兴奋剂的事情告诉刚解 复兮可比第一次吃严重得多 自己之前确实不知道软软吸过毒 坦白从宽 或许还能得到原谅 软软极了 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复兮 请小白就保密这么一次 可就在小白准备拿回多段针钥时 她又变心了 我 我又结了个改编的活 就最后一次 可是你不吸毒其实也可以把事情做好的 软软对自己却很没有信心 解毒以后 我就一蹶不振了 只要这次成功了 我的事业就能东山再起 我保证 到时候我会照顾你 得到了软软的发誓 小白把药交给了软软 现在她就是自己心得靠山了 而软软似乎就此走上了复兮之路 嗑药一时爽 一只嗑药就等死吧 如果说婚姻问题没有绝对对错 不同人看就有不同的解释的话 吸毒 我个人是无脑占百分之一百错的 什么不嗑药就没有灵感 根本就是自己软弱的借口 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说法 那趁早接受自己能力不足才是正道 超级英雄打多了合计五也会晕 没有人能一辈子浸泡在药物里的 而药物成瘾 说到底还是一致力太薄弱 药匙软软最终因为吸毒死了 真的一丢丢都不值得同情 那么最后死去的三个人 就真的像这集暗示的那样 和少妇 发行师 仅几人有关系吗 我们继续期待下一集哦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按赞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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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分享哦 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更新的 最大动力 哎呀 舒芒